13架结合型肺炎炼球菌疫苗费用约1万元 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负担得起 机关署从明年1月1号开始 扩大纳入1岁以下幼童为常规接种对象 0到5岁全面公费接种13架结合型肺炎炼球菌疫苗 全台预估将超过48万幼童受益 为家长审下荷包 希望把台湾的这一次 有关肺炎炼球菌疫苗的接种计划 做到一个最平和的接轨 从过去以自费市场为主 要转接到以公费市场为主的状况 机关署为了让所有幼童受到保护 除了1岁以下列为常规接种对象幼童之外 5岁以下曾经接种过 10架结合型肺炎炼球菌疫苗 6类高危险群幼童 跟过去没有按时接种 而未完成接种的幼童 都可以到医院完成补接种 大家都知道这个接二型疫苗的使用 常规接种不是只有保护小孩子 如果能够把接种率提高 那它有所谓的群体免疫的效果 它可以对那个长者 有一个间接保护的效果 他们的那些长者 得到侵袭性肺炎炼球菌感染的机会 也会下降 除了保护幼童达到群体免疫最佳效果之外 也间接保护到家中及社区老人 发挥疫苗最大效益 机关署提醒 家中如果有年满两个月以上的幼童 家长可以在明年1月1号开始 携带儿童健康手册以及健保卡 到各地卫生所或是合约医院诊所 完成接种疫苗 记者木拉斯岛秀台北市采访报导